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日日寇正挥石北上 直击都城汉阳 在这个危难时刻 李顺臣再次释放被启用 重组在七砖梁仅存的12艘战船 水石基地就设在海南西边镇岛上的逼波金 而在50海里外 300艘日本战船正在集结 李顺臣召开军官会议 部将裴歇 主张王上的旨意 要与路上的部队汇合 李顺臣一怒之下 割了他的职位 日军的水军驻地 日军主将腾当高虎 亲自迎接奉城秀吉 派来的一员猛驾 说他可以打败李顺臣的水石 另一边李顺臣看着国王下的轿纸 口渡鲜血 这里为什么不叫圣纸 而叫轿纸 因为当时朝鲜是明朝的藩属 在级别上降了一级 而落款处则采用了就是明朝的万里年号 朝鲜国王命令他与当时的渡元上全力会识 实际上就是让李顺臣放弃海防 协同陆军作战 日军把抓到的朝鲜战俘全部杀掉了 其中就有李顺臣的次官裴红锡 他在最后时刻还要和日军同归于尽 但结果被来到通总的侄子枪杀 来到是海贼出身 手下个个都是狠人 另一边 李顺臣拍部下俊勇 去和在日军做卧底的军事会合 临走时 俊勇的妻子送给他一个护身符 虽然他不能说话 但两个人心有灵心一点通 这个角色大家不仔细看 还不知道是谁扮演的 他就是巴黎后很喜爱的李真贤 凭借歌曲话和换调在歌坛走红 他可是正儿八经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电影系 来到对腾当高虎谛的自己很是不满 而腾当高虎的部下对于他更是低眼相看 来到没有多说 直接把自己的作战计划合板说出 而腾当高虎的副将 斜板安置则和他的计划正好相反 两人一言不合就拔刀向下 差点打了起来 这时腾当高虎才出来原厂 原来他想看看来到到底有什么能力 在封城秀吉统一日本以前 他们斗日仇敌 彼此间的战争打了上百年 现在则是被强大的封城秀吉输编了 李顺臣看着岸上的两把配件 上课 三十四天山河洞塞 下课 一挥扫荡血染山河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 因战争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安葬 悲痛不已 儿子劝他趁自己身体不好的机会 向国王辞职 然后回家 但李顺臣是个忠臣 以民族大义 向自己的儿子表明自己的决心 来到把杀死的朝鲜战俘的首席 集中起来送到了朝鲜港口 以此来瓦解朝鲜军队的士气 俊勇的妻子在人头中迫切地寻找他是不是也在其中 日本副将 斜板安置 很不满意来到的这种做法 这样做很可能会激起朝鲜士兵的奋力反抗和报复 来到朝鲜起来斜板 只会长他人志气 免自己威风 两人积怨已久 终于在这个时候爆发 此时封臣秀吉身体只能撑到明年 他急于结束这场战争 腾堂高虎侄子来的目的 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只要杀了李顺臣 腾堂高虎就可以接替封臣秀吉的职位 战争的恐惧使大多的朝鲜士兵成为逃兵 大战在即 李顺臣没有手软 直接手认了这个逃兵 明年海峡因水未浅 有其其狭窄 潮流汹涌 由此得名 李顺臣似乎看到了希望 只要能把日军的战船引诱到此处 利用海水的湍急和几大的漩涡 就有可能击败敌军 在军中的一位老者 看到如此不群传的漩涡 在平常并不会这样 他预计这两天 必定会有大潮来临 巨大漩涡 碰撞的声音就像男人在哭喊 对于李顺臣来说 这声音就像阵亡将士的哀嚎 他对儿子说计划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将士们的恐惧 只有战胜恐惧才有希望胜利 这晚李顺臣的部将 想趁机要暗杀他 幸会他的儿子及时赶到 但唯一的贵船却被烧了 这意味着也烧掉了希望 虽然部下射杀了暗杀者 但船却没有了 李顺臣几乎绝望 腾当高虎也收到了贵船被烧的消息 写了四个大字 大道无门 李顺臣派具的俊勇 从卧底军事那里得到了日军攻击的方案 他们大概有330艘战船 明天早上发起攻击 打先锋的就是来岛 随后就是斜板安置的部队 李顺臣决定要去南海 不能在这里开战 如果从后面攻来 我们不得不撤队 李顺臣的部下 看到把战船摆成一次性的计划 他们认为这根本就是去送死 对于战士们的胆怯 李顺臣命令烧掉了所有的营房 没有退路 只能奋力抗战 这一夜 将士们彻夜未眠 李顺臣也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加州国恨和罪眼再次一战 日本海军的庞大战船 如遮天蔽日 蜂拥而来 李顺臣迎击的只剩下板屋船 而日军的战船 从小到大有三种 最大就是安宅船 和板屋船差不多 但实际体积并没有板屋船大 其次是官船 最小的是小枣船 在一战之前 日本的海军力量并不是很大 只是在一战之后才逐渐增强 李顺臣的战术就是自己孤军深入 引用敌船进入明良海峡 其余十一艘 迂回包抄 此时的李顺臣看着窝流已经形成 将火炮对准第一前缝的日本战船 在水流搅乱战船时 他果断命令火炮手 一并骑士 受到攻击的日本战船 相互冲撞 李顺臣又发起了第二次的弓箭攻击 干掉了一批日军 而来到不顾第一梯队的伤亡 又命令第二梯队全力追击 李顺臣的战船退到一个小岛面前 让下面滑枪的一起稳住船身 来到这个时候 也把李顺臣的这艘船团团围住 两军之间打起了白刃战 首次冲到前面的日军 被李顺臣提前准备好的子母炮 瞬间消灭了 场面惨不忍睹 血肉横飞 一个视频面对战争的残酷 他突然发疯似的把火把插入到了火药桶 瞬间爆炸 李顺臣也被击倒 差点丧命 危机时刻 李顺臣命令部将 把所有的火炮集中到船的右侧 瞬间崩开了围攻的日本战船 也让其他的战船看到自己并没有被击沉 来到看到李顺臣的战船躲在小岛旁边 可以精准射击 便命令部下务必在李顺臣就位之前消灭他 李顺臣命部将把令旗升起来 但来到的侄子是一个神枪手 系上了升旗的人 李顺臣看到了他的位置 开炮影响了神枪手 当他要射杀李顺臣的时候 与此同时也被他的部将安慰 把他的左眼射瞎了 掉到了海底 这下来到命令一艘撞满火药的船只 直接冲向李顺臣 在火药船上的俊勇发现了危险 想操操船离开航道 但是船舵已被锁死毫无办法 还被其中一个日军刺伤了 同时这个日军也被船上的弓箭手射杀了 站在岸上俊勇的妻子也看到了他 他示意妻子无比发信号给其他分战中的船只 危险将至 不愧是夫妻 妻子脱下身上的衣服使劲摆动 旁边的老百姓也同时用鲜艳的布衣发出信号 终于朝鲜战舰也看到了信号 几抛骑射打掉了火药船 此时的俊勇也丧命于火海之中 来岛唯一的希望也没有了 直接开船冲向李顺臣 此时的来岛和李顺臣的战船同时陷入漩涡 两军之间又一次的白人战开始了 最后这个被称为能打败李顺臣的来岛 也被他砍下了首级 此时的日军主将 腾当高虎和布衣为了自己的私利 一直犹豫不去支援 陷入漩涡的李顺臣战船 被前来支援的百姓船只 硬生生的拖了出来 来到率领的前锋战船 至此全部被击败 日军主力此时方才惊醒 中了李顺臣的空城计 随全军出击 意图以绝对的数量优势 击溃朝鲜12艘战船组成的战阵 可惜午后水势逆转 李顺臣的船队 从位移下游转为居于上游 随抓住战机 全军突击 利用朝鲜战船高大坚固的特点 借奔勇回朝 正面高速冲入日军第一船队 撞击敌舰无数 腾当高虎 本就未必情愿走此险道 又失去强远 前阵又全军覆没 无法预测水文情况 心情胆战 随后仓皇撤军 殊不知此时随时再次逆转 如果日军坚持到傍晚 李顺臣必无疑似生机 可惜作战如对宜 便信无战役 起了胆怯之心 再无取胜之礼了 这部明亮海战 是金汉民制造的一部 古装战争电影 于2014年在韩国上映 影片在韩国 动员1700万观影人次 赶昌安凡达刷新了韩国历年 观影人次记录 历史上的日本 在经历了从1467年 因人治乱起 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代后 于1590年 由封臣秀吉 完成统一并就任冠百 基本结束了战国联历的局面 使战国以来 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 重获一统 封臣秀吉 以武力统一全国后 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 为了满足他自己骤染膨胀的野心 便开始了对外扩张 他趁朝鲜李氏王朝 单于党政内讧 朝纲紊乱 决定通国武力 先侵占朝鲜 然后想政府中国 近日称霸亚洲 这次的明连海战 李顺臣能在明连海峡 能一举击败日本战船 占据了当时的天时地利 其次就是朝鲜战船 要比日军的战船大得多 而且还很坚固 船的两侧都可以放置火炮 船上还配备了很多火器 这样的火器使用方法 使人先把火器射出 在火器的推动下达到一定的威力 但日本的战船上 配备的火绳枪 是没有办法寄阵敌船的 只能射上舱面的人员 而当时的李顺臣 利用明连海峡的湍急水流 自己引诱敌船 其余十一艘则 则移回包招 利用水势逆流 击败敌船 这些只是电影中的戏份 真实当中 主帅是不能身先士卒的 要不然主帅万一挂了 这个仗还怎么打 明连海战 除了保存了朝鲜水师 仅有的资本以外 还起到了提振事迹 和信心的作用 这在电影的桥段中 有明显的体现 有学者认为 如果从战争目的来看 日朝明连海战 实际上是日本胜利了 此后的战役 日本水师占领了海港 并摧毁朝鲜水师的基地 这么看 实际上是日本取胜 所谓明凉海峡 听着气势棒骨 实际上这是一个 很小的海峡 最窄区域不到300米 如今海峡上 已经建了一座桥 连同韩国本土 与不远处的真岛 而当年海战 正是在这一狭窄区域进行的 明凉海峡 不仅狭窄 水流还快 平均时速为10节 要知道 后来北洋水师 地远界的标准航速 也就是14.5节 这个水流速度 之恐惧 可想而知 更何况 海峡的水流方向 每隔几个小时 就会突变一次 来隔180度大转弯 这些特殊的自然条件 都让明凉海峡 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过查阅部分历史资料 当时的朝鲜水师 确实比日本水师强太多 因在当时 明朝给予朝鲜的资助很多 必须要说 日本水师在当时 就是一群海贼 战斗力是相当的低下 日本当时最优秀的水师将领 是酒鬼龙家 这个人是当时最好的水师将领 请注意是将领 而不是海贼 而这位人兄 在成为将领之前 很遗憾 也是海贼 这就可以知道 日本的水师 不管是正规金还是海贼 都是海贼改编过来的 另外关于朝鲜水师 和日本水师 舰船数量 也存在诸多的争议 更有一些说法 完全脱离史料 依据史料记载 比较正确的是 朝鲜水师方面 战船12到13艘 令动用改装民船 100余艘 日本水师方面 战船130余艘 编营后勤船200艘 以上特殊条件 也造就了李顺纯 率领仅存的12艘战船 通缉日寇 330艘战船 组成的庞大舰队 创下世界海战史上 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